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因为束发部乱花钱 我们看一下枪手他是讲说 他这个气泄之后淡定的被带 然后讲说因为看不惯这个束发部 就是乱花钱 所以他持着一个长枪 朝着束发部的大门 连轰了三枪 大门都爆裂碎片满地 张庆男子他本来是从事旅游业 因为不满政府的政策问题 束发部都在乱花钱 所以才会开枪卸份 那你看PTT上面马上就开始讨论 就有点带酸的方式 在酸唐缝跟束发部 就说那这样子只能再申请两亿元 来换这个大门 因为为什么是两亿大家都知道束发部 换任何东西好像都超贵的 然后他们说 这个凶手会不会是元宇宙派来的呢 然后还有人建议束发部说 你再编个五百亿吧 更换这个防弹玻璃 因为束发部你就是花了两千多亿 然后成效不章让全民都看不下去吗 就像前几天这个坚哥不是讲到说 这个就直询李怀仁 这束发部次长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没看过那么恶劣的官员 我们来听听 我八个字送你束发部了 装神弄鬼 居士盗鸣 我不晓得成立你这个部在干什么 你看看你今天来的部会 你今天没打瞌睡 就已经奥弥陀佛了啦 所以时间暂停你回去 没打过瞌睡 没你算二的份啦 你就是打过 我没看过这么恶劣的官员 那个主席时间暂停 我生气个三秒钟 对 让人民可能也生气三秒钟 更正一下刚口误讲了两千多亿 也是两百多亿 但是也是非常高额的金额预算 还是做得不好 那蔡英文是不是等于打造了一个 好像蟑螂窝一般 然后现在人还神隐了呢 倒是跟蔡英文相关的消息 我们最近看到是这一则 就是说 当时蔡英文的车队交管150秒 有男子非常生气的 就是被影响 人家要去上班 然后他就比了中指 结果被告啦 那下场出锣 我们是很讶异说 当时不是就是 好像这件事情就过了吗 那怎么还被告了呢 那男子因为当时不满 路口管制太久 所以比出中指 然后被警方移送罚办 那后来台北地检署 在调查后认为 王姓男子呢 并没有在这个 对当时在场执行公务的 公务员侮辱 所以后来是不起诉 那一般民众对于这件事情 也是觉得惊弓之鸟 他说管你有没有罪 先让你法院跑不完 有政府会告人 不要让大小姐不高兴 其实这个事情 也屡见不鲜 也不是第一回的啦 以前我们看到的退休警 在路边挥国旗 按吗不行 也被这个学弟含送罚办 那钟晴 我们的前新闻局长 跑到了总统府前面 按喇叭 当时我们节目上 也有介绍 报道这件事情 那结果他那时候是被裁罚了 两万元还调扣价 照六个月 全案确定 那男子呢 买到绿色臭蛋 PO文 也被告 散播不实讯息 那后来幸好 他自己有拍影片 拍照 这样子自己留存证据 所以现在是不是等于 只要骂政府 就要跑法院 恐吓人民 那再来看看 人民的既望 现在就只能在国会了 希望国会能改革 因为你看到 这老柯还夸奖成见人 想说什么呢 他在面对诸多 在野立法委员的挑战 展现不卑不亢 理直契合的说明 这个是吗 理直契合吗 这巧心都有遇过 他不是很礼貌的 这个反问 那所以呢 真的是他们口中讲的 什么温柔坚硬的态度吗 真正的政治家典范 令人敬佩吗 为什么我们感觉的 好像是 我们认识的 不是同一个人 还有 这个林楚英 现在又在讲什么 讲说 美国众议院的情报 即特种作战小组访台 就是因为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 要去中国大陆了 所以你看 美国多担心 爸爸很担心 所以呢 怎么可以有 这么不懂事的行为 结果外交部打脸他 说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你说 如果真的要访问台湾的话 会是这种突然听到消息 马上买了机票出发来这里 不可能 那一定是早就有安排 所以 这样子的委员说 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 可信吗 访团团形成怎么可能是 临时决定 又在胡说八道吧 还有 你看到有外宾 当场告状 跟谁告状 跟韩国瑜告状啊 讲说呢 他们是这个泛欧的绿党 访台团嘛 那他说呢 他们跟柯文哲见面的时候 柯文哲很得意的告诉他说 我们民众党的得票率 韩国瑜还高于你们呢 然后这句话讲完之后 让韩国瑜觉得 太尴尬了 怎么会 这样子去跟外宾讲话呢 然后外宾还去 跟韩国瑜告状 那是不是代表说 越是国会有改变的力道 你发现 越多人好像 明着要夸你一下 但是呢 骨子里是要酸你一下 看一下 这个靖观这里讲到 韩国瑜变了 他说民进党一直在等他迟到喝酒 不懂意识规则 然后在外国人面前出洋相 但是现在韩国瑜稳住了 然后他们讲说韩国瑜变了 他很清楚这一次复出 如果他固态复谋 国民党衰败速度 绝对会超过他的想象 所以骨子里还是 结果还是在骂韩国瑜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巧欣 巧欣怎么看这个 刚书发部发生的这种 突发状况 当然书发部是真的在乱花钱 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不能因为他乱花钱 就是开枪 这样你会有刑事的责任 那我们都不希望 这个有人不幸受伤 或什么之类的 人家的财务 那也是人家的财产 所以我们不鼓励 这样子的行为 但是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会做更谨慎的监督 锁好他们的螺丝 那这个李怀仁 态度也相当的嚣张 后来我去看 我才知道说 这个人根本就是 他做次长也是一个政客 就是说你书发部 你又没有用一些 专业的人呢 我念给大家听 他的经历是什么好了 他书发部 现在的政务次长 他过去是2012年蔡英文 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 然后他的学经历 到底跟这个 书发部有什么有关系呢 我看了老半天是没看到 他是政大地震系的 念济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的 政大国发所的博士候选人 那他的经历就是 从2004年开始 帮陈水扁辅选 帮蔡英文辅选 然后都在民进党里面工作 民进党的政策会 民进党的政策会副主任 然后到了总统府 做副秘书长办公室的主任 然后很好 去一卡通当过董事长 这个时候 突然跟数位部有关系 那数位部发展部的次长 就是他 就是仇庸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当时他到底是眼睛小 还是要打瞌睡 很明显就是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就是在打瞌睡 他不承认而已 所以民进党太多的 部会官员都在硬拗了 那天除了王世坚委员生气之外 我也很生气 我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家知道吗 你如果要去美国 申请这个电子签证 现在很方便 可是你输入进去电脑 你输入进去网络Google之后 排在前面排序的 都是假的 他是怎么骗你呢 如果你去办美国签证 是21块钱美金 可是那个网站 会假装自己是美国政府的网站 跟你收97块到150块美金不等 那甚至有的人办了之后 最后也没拿到签证 因为他应该是有一个系统 有没有 你去key资料的时候 他会同步帮你到这个 美国的系统里面 去key你的资料 那这样的话 他就赚你中间的差价 高额的差价 然后他把他的签证给你 你就以为 本来就是应该是如此的 但其实不是 那其实是假的 但是呢 好 那有的人甚至后来 他没有拿到签证 都有 结果数位发展部在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 毫无作为 当天我咨询完 连那个当天的主席 罗明才委员都问他说 这个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每一个人脸皮都很厚 感觉都不归他的事 他们甚至把这个问题 推给AIT 他说AIT说他这样子 不算是伪造 他只要提醒就好 我说所以国人被骗钱 你不在乎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民进党的政府 只会什么呢 告人民吗 你看绿弹的事情 昨天有一个新的案子是 交管两分半 有人上班快迟到 怒对总统车队比中止 获得不起诉 那我问啊 总统不在车上 为什么要交管啊 对啊 那你们就这样子 跑去这个对机车骑士 然后去让他陷入法律的纠纷里面 最后也不起诉啊 所以太多类似的这个事情了 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你告民众用的是谁的钱 用民众的钱 你看哪有这么好的事 用人民的钱去告人民 现在民党政府变成是这样 今天如果真的有 比方说像是述发不开枪这个 那当然他有法律责任 你请律师去告他 我觉得这个合理 可是很多都是属于 人民的言论自由而已 你为什么要去用法律去告人家 你为什么要去用人民的纳税权 去办人家 就像是当时选举期间吧 他们也 农业部也告我啊 最后民事不起诉 民事没有结果 然后刑事也不起诉 都是民进党都败诉 陈耀祥NCC他花了多少的钱 再去跟各家媒体去行诉送 滥诉 用的是谁的钱 都是人民的钱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 民进党是政府很荒唐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国会改革 因为在立法院里面 比方说成立调阅小组 那要传苏贞昌 那苏贞昌他不想来 也没办法嘛 但如果有调阅权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刚刚巧欣讲到那个 数位签证的事情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做 类似的新闻 同样的手法 就是说你Google进去 比方说你要修家电 然后前面跑出来维修的 都不是那个家电厂商 他们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买广告买到你前面去 其实人民要受骗的机会 到处都有 但是述发部就是不作为 我们来问一下旺者 很多啊 现在包括像脸书 YT上面 其实也很多这种 一夜市的这种诈骗东西 可是坦白讲 你都没有看到政府 有相对应的作为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那第一眼是诈骗 可是很多可能年长者 他可能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他会以为是真的 可是我们政府 没有在这上面多做主谋的话 很多人就会因此被诈骗进去 这个真的是要好好检讨一下 而不是说你整天在那边 开箱介绍你的办公室 然后唐凤整天讲一些 无关紧要的话 你到底做出发部长 是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今天人民会有怒火才会 我必须要说 这个行为虽然是不对 但是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他讲说输发部乱花钱 这个的确是有道理 你一年200多亿的预算 我就看一下日本情况 日本他一年这个数未听 他们才七十几亿台币而已 你比人家多了 将近四 五倍的钱 结果你现在做的事情 你有比日本好吗 完全没有 所以就变成说 你输发部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现在连尖割都看不下去 你看王世杰很少 他应该蛮常这么神奇 但是很少直接点着官员这样痛批了 输发部是在这个会期算是其中的一个 他真的点着 你看李怀仁还感觉不痛不痒了 为什么 感觉背后有靠山 如果你背后有靠山的话 你怎么会怕王世杰 所以看来说他很皮 连王世杰骂他他都没有皮条 所以我觉得如果连次长都可以拿出这样态度 更别说部长 部长他就跟你完全玩到520 然后甚至说什么一年 输发部有300多天都在出国 他们也没差 甚至拿70几万去旧金山 7天 8天而已 花人民的钱搞这样的事情 人民会产生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所以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民怨 5月又快到了 大家又快要缴税了 缴税缴的钱是哪里 到输发部去就人家在乱花钱 跟你每天这样搞出国 谁受得了 所以我觉得这政府 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输发部 到底有没有做出所谓的相对应的作业 不要说好像你拿了这么多钱 你又没有办事 然后你又给人家很多这种负面的观感 自然会引发民怨 那当然会影响到你的施政成绩 再来谈到这个 陈建仁跟那个柯敬明的情况 坦白讲 陈建仁现在当然是看守内阁 这坦白讲四个叫不干最大 那现在坦白讲 民进党这样全力在护航 所谓过去的一些施政的一些 比较不好的事情 但问题是你遮盖得了吗 遮盖不了 尤其看看民进党 最近民进党立委在毛头对象谁 对象韩院长 我既然黑不了韩国瑜 我干脆捧韩国瑜可以吧 所以他们就在蹭韩国瑜 但是不要忘记 在选举前 他们是怎么修理韩国瑜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人称万老师的郭裕行 当时他民进党推出了一段影片 大酸韩国瑜 说你爬树 你又喝酒 你后来如果坐在那位置上的话 国会就没有未来 可是大家回过头来想 国会真的没有未来吗 这两个月国会不是表现得很好吗 韩院长带领的国会 不是表现得非常OK吗 甚至像民进党自己自打嘴巴 洪森汉已经不敢再讲这个话题了 那为什么 你之前这些人通通在酸韩国瑜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到说 韩国瑜其他营作的改变 现在看起来 这些人又在想说 我偷吃韩国瑜一些豆腐 看能不能赚到一些声量 但坦白讲这些都快无效了 好 请教霍哥 这种消息在 像这样的一种暴力的手段 在欧美各国他们遇到的时候 他们都是报导凶手被逮捕 或是如何 但是对凶手的诉求是 直接都略过 他们都不会谈 怕会造成这种 各种的这种模仿的效应 或是什么的 对这位民众的抗议 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安慰他 因为两个多月前才刚选完 下次选总统跟立委要三年多以后 因为你不是立委 你看今天早上在立法院 这个是黄国昌 这个是检察中长 因为他是立委 所以他可以咨询法务部长 跟检察中长 他咨询什么 黄国昌咨询什么 他说我去告发这个案子 然后被媒体曝光 我很生气 所以我咨询 他咨询他自己的案子 咨询我的个案 可是一般老百姓怎么办 你没有办法 我的工作收入受到影响 我有很多的愤怒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到立法院 去电这个检察中长 所以我就跑去这个 那你改变了什么 你只是改变了 抒发部的玻璃而已 而且这玻璃是我们的钱 他现在重新做一个玻璃 又花我们的钱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 没有办法 这事也没办法 这个立法院的 这个会期的总资讯结束了 它的差别在哪里 一年有两个会期 可是这个是陈建仁的 这个毕业旅行 因为他520之后他就不干了 会有新的行政院长出来 可是陈建仁他得意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 不断的进步 他很开心 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 不断的进步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520之后是什么 520结果就是蔡总统安全下庄 陈建仁也过关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 院会总资讯的意义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当我的结论 这个我们常讲说宪兵 是军人的军人 我昨天看徐晓星在咨询 宪兵指挥部的这个事情 我很感慨 这个可以造假 这个可以造假那就完蛋了 你是负责总统府的安全 你怎么可以造假呢 造假说是我的疏漏 你疏漏个啥子呢 对不对 这个太离谱了 宪兵是军人的军人 你还造假 那你怎么去抓别的军人 我自己都造假的 我战恶 羞恶都可以骗你了 这太离谱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这种部队 连宪兵的边线比 都才七成多一点 你说战斗部队的边线比是多少 你笑死人 这种部队要打仗吗 对徐晓星他2月1号以来 两个多月的表现 学长我是满意 可是我讲句实在 我这个要讲韩国瑜 我觉得这些媒体真的很好玩 譬如说我说徐晓星 头两个月表现 学长我是满意的 可是他还有三年多 我哪知道后面三年多他要干嘛 努力努力 不是 韩国瑜也是一样 韩国瑜他当院长 当两个多月 你们就说他变了 他做得很好什么 你也是怎么样 所以我跟你讲 我不是要帮韩院长漏气 我觉得任何的褒贬 现在讲的都言之过早 他们的任期是四年 我们用四年来看 你现在说他做得很好 才刚开始而已 继续保持下去 我们就帮他鼓励 但是很难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 民进党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现在看总之群被没收 很像国民党赢了对不对 你就看昨天赖清德 在中常会讲什么 赖清德子弹都准备好了 柯建民他们的党团会议 上个礼拜也开完了 民进党不会这么容易 束手就擒的 立法院的混战 他因为总之群结束 他后面还有委员会的 各种的开会 最后是这个会期的法案总结 那个时候才是 这个成败的焦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